华晨宇 华晨宇后台偶遇霍尊,新发型居然是霍尊同款,见面后全场人笑崩。 华晨宇之前有称要留一头像霍尊一样的秀发,很快实现了,花花新发型丸子头居然是霍尊同款,俩人站在一起有点傻傻分不清楚,好皮哦。 霍尊转发微博并求花花放过自己,哈哈哈哈,两人真是太逗了。 华晨宇新发型丸子头好帅,感觉瞬间妙杀霍尊了,哈哈哈哈,虽然只是微博上互动看了下,但是还没见面,但是都是一场节目的能不会见。 这不两人偶遇了,霍尊见到华晨宇的第一眼就蒙了,这是要干什么,花花太快了,这是明目张胆的来炫耀来了,还是在霍尊的房间,哈哈哈哈。 两人相见后全场狂笑,花花也仰天长笑,霍尊也大笑,但是笑得很无奈啊,看看花花的表情,炫耀的笑,再看看霍尊的表情,无奈啊。 全场工作人员也全笑崩,花花参加的歌手怎么还晚上喜剧了,哈哈哈哈哈哈,太逗了。 全场只有一个声音,都在狂笑,花花和霍尊根本笑到停不下来,两人互相扶着对方胳膊,这是怕笑得站不起来啊。 两人停下狂笑后,霍尊表示花花新发型很好看,花花也表示自己这是霍尊同款,但是还是有区别的好吗? 霍尊头发全是向后的,但花花的居然有齐刘海,是的,你没看错。 就是齐刘海,后面还扎了个小丸子,真是可爱至极啊,花花这是要变身樱桃小丸子吗?哈哈哈哈。 两人同款发型虽然有点不同,但是各有各的味道,你们喜欢花花这样的新发型吗? 是花花更好看,还是获尊更好看呢? 千万俊